大家好 今天做个视频 就是说我在国内遇到了一个坑 我们经常在国外说这样坑那样坑 我觉得都是小坑 真正的大坑都在国内 并且这些坑就是 坑里没商量 都是简单粗暴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并且你以为很保险的东西 它往往就是一个大坑 并且你掉坑以后 你很难爬出来 你去什么申诉 去什么一点用都没有 我知道我做这个视频也没啥用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 主要是不土不快 这个企业就是什么呢 携程 我就是这一次来泰国的时候 买了携程的机票 在携程上买的是香港快运的机票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 从香港飞普及岛的机票 机票起飞时间是3月29号 但是我是在去年12月底 实际上就买了这个票了 到了今年2022年的1月份的时候 他就通知我这个航班取消了 那航班取消的很简单 那我直接就操作退票退款 是吧 直接跟你携程操作就完了 实际上我就在携程上面操作 因为这个机票 毕竟是在携程上面买的 虽然那个航空公司是香港快运的 但是我钱是打给你携程的 那肯定 我跟那个航空公司 实际上就没有直接的交道 就只能找你携程是吧 所以我在协程上就是发出了退票申请 很快就接受了 你看他是在 我是2022年1月17号的时候 在退票退款 这个申请 过了一个月 2月17号 他退票申请就通过了 接下来他那个流程 就是航空公司提交航空公司退款 航空公司退款的过程 然后是我看有一个预计 什么6月17号 我想5个月等得太漫长了吧 但是就慢慢等吧 但是其中我也在不断地催促他们 希望加快这个进程 一般他给你的那个预计时间 肯定就是最坏的一个结果吧 就是等5个月 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 他们买到香港快运的 也是通过携程买的 好像没等这么长时间 比如说像四双老乡 他也买过携程的香港快运的机票 后来也是退了 大概等了一个多月吧 所以说我也在不断地催促他们 他们每次客服就是 说我们向上面反应 给领导反应 但是都没用 我这个人本来耐心也挺好的 我就一直等等 等到6月17号 屁都没有 啥都没有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不客气了 每次跟他们客服说 我说你们公司太无耻了吧 等那么久 然后或者是我就让他给一个 明确的一个回复 就是说如果航空公司耍无耐 他不退钱了 那你们协程怎么办 因为我这个协程 我这个票我是在你协程买的 我钱是打给你们协程的 机票也是你们协程出的 我跟航空公司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怎么去找他呢 他也不认了我找他 是吧 当然他们协程也没有说 这个不归我的事 你买了香港快运的机票 你就去找香港快运 他也没这样说 每次都说我们什么领导 正在加紧催促怎么怎么样 但是一点批用都没有 现在都快半年了 你想从1月17号提出申请 你看现在今天多少号 7月21号了 都快半年时间了 根本没用 我前两天再给他们说了 我都说得很不客气了 我说你们公司也太流氓 太无耻了吧 都没用 那个客服说我也很气愤 我帮你反应 我催促领导 他说明天给你答复 啥也没有 我觉得这种企业真的是关门算了 真的是 都你说吧 你说说严重了吧 那个视频又通不过 当然我这样说 我估计都很难通过 所以说在国内那些东西 真的是那些坑 就让你无语 你想协程那么大的企业 好像也是上市公司吧 应该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吧 你说他就是这样 就这样对待那个客户的那种问题 本来天津地的事情 这么大的公司 你以为没问题了 不是坑的 但现在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想把自己的经历 分享给大家 反正这个公司 我是把钱讨回来以后 但是钱也不多 就是两千多块钱 讨回来以后 我肯定就把他卸载了 以后他再优惠了什么促销 我都不理他 直接上阿里去买了 我并不是阿里的托 但是没办法呀 你现在你这个东西 你耍无赖 那我只去另外一家 是不是 好 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估计 我应该不是个例吧 应该有很多人 也有同样的经历 希望大家分享出来 在评论区见 好 谢谢大家